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我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我真不理解 我也不想去理解 如果你非要这么折腾的话 我们肯定是分手 这不是折腾啊 我们两个在一个公司里面 很多事情都不方便啊 所以我才选择辞职 你干嘛要换工作 外面的世界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你干嘛你又来了 我觉得我在你这里我压力很大 我很压抑 我们先把你们的基本情况做个了解 是在一家单位工作 对 是吧 这个是什么样的工作 是一个电配厂 雅丽是在什么岗位上 我是财务总监 你呢小张 酷管 酷管 对 这个貌似一个是中层干部 我能这么说吧 可以 一个是基层员工 对吧 两个人收入可能有一点悬殊 对对 你一个人收入多少钱 四千多 雅丽呢方便的话 我不到两万吧 这个是相当的悬殊 所以他压力大 我没有嫌弃他的意思 就是他老说他自己的学历低 他就因为这点我也老照顾他 我对他挺好的 对 我是对你好 是我对我挺好的 对 我做一个酷管员 我经常能拿到奖励 嗯 多亏你 多亏你给你爸爸妈妈说 我每次拿到奖励 啊 我都要谢谢你 什么意思啊 他们家里面是做这个气配的嘛 然后你虽然觉得没什么 同事们眼里面呢 我就是个吃软饭的 你为什么要去在乎别人的想法呀 我觉得你做酷管做挺好的 挺认真的 也没出过什么差错 你不自己心态放好了 你过来说我 我是挺好的 对我也很努力的 但是我想换个环境了 我想申请你调换岗位 调去销售 嗯 但是 没过 两个月 又回来了 我把你调回来 完全是因为我们俩 本来你就应酬多 那要做销售的话 肯定是应酬 我们俩在一起的时间又少了 再说了销售也不是你那么做的 人家做销售是把客户喝好了 喝美了 你倒好 吃了把自己先喝倒 你觉得你适合做销售吗 怎么不适合 我喝醉了 也不是我的问题啊 这是我的工作本质性质 做销售是需要技巧的 喝酒更需要技巧 你把自己喝倒了 你觉得你有技巧吗 难道我喝醉了就是我的错吗 销售业绩怎么样吗 不怎么样 两个月一单字都没拿下来 我才进去要适应 适应多久了 两月还不够适应是吗 我工作上面你强势 我无话可说 但生活上面呢 生活上面你也处处牵着我 洗衣服做饭 我都来没问题啊 啊 然而照顾欢欢和歪歪 是两啥 一个狗和一个猫 你是不乐意照顾我们跟那两只是吗 没有啊我没说什么 但是你的脾气有时候真的是 爆脾气你应该我不知道 我脾气是为了什么呀 是不是你老惹我 我也不是故意要惹你的 怎么把你给惹着了 把我惹着了这是很多 他老骗我 你自己说怎么骗我了 就是有时候 我没带他们出去溜弯 然后他有这个习惯 就肯定他就有点生气了 还有比如打笔荒吧 他规定我每天十点钟要睡觉 对啊十点钟睡觉 他说你可以啊 你为什么非要拉着我一起来 还有一次 就是我睡不着觉 我就起来玩了一些游戏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走到后面来了 他就说了几句 然后就把线拔了 他叫我滚 然后还有我工作回来了 感觉很累 我就坐在沙发坐了一下 他也冲着我发脾气叫我滚 首先叫你十点睡觉 是不是为了你身体好 再说了 你不换衣服 就坐在沙发上 你脏不脏 我觉得不脏啊 我就觉得很脏 还有最让我生气的 你偷偷懵懵地玩游戏 你让不让你觉得被骗的感觉 我白天工作很忙 我晚上回来玩一些游戏很正常 我觉得不正常 那你觉得他应该怎样 我觉得你看书 看书是不是对你 也是一种放松的状态 对啊 看书 是 你叫我经常看书 还规定我看多少 看多少页 还车库问我看了什么内容 对 我是小学生嘛 你看了吗 你还好意思说我 我看不进去 你为什么看不进去啊 我觉得这和五官啊 我现在是主要把我的工作 搞上去就对了 你平时在家里说话也是这样 欺若犹思吗 你着急 我就跟他说话 别人你着急了 我为什么生气 我生气也是因为他这个态度 说半天啥事都说不清楚 你让不让你着急 你看主持人都说你了 那我换我 我咋想 还一直是这样 那你也一直是这样吗 对啊 你大声说出来嘛 怕什么 你看两个站姿 一个居高临下 一个不知所措 打起精神 把你觉得的委屈 你觉得的不平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好不好 好 慌慌和歪歪 你没带出去溜弯 他怎么知道 有一次 我天天给他打电话 督处这个事情 因为狗是必须得溜 要不然在家里边 大小便不太好 有时候不接电话呀 对 有一次 我牵出去溜 然后朋友约我打了一球 我就多晚了一会儿 没给他打电话 他回来也生气 也 不应该生气吗 没溜狗 那就是你的错 对不对 还有什么地方 你觉得委屈 还有他爸爸妈妈 对我的看法 他爸爸妈妈 不太看我起眼 有一次过年的时候 他去他们家团联 他妹妹和他妹妹的男朋友 也一起到他家 然后我做菜 买菜 做饭 都是我 我做了一大桌子餐 我想 给他爸妈留下 稍微好一点的印象 对 首先我要说一下 我妹妹的男朋友那天 她是第一次来家拜访 作为中国礼仪 不可能是让妹妹的男朋友 去下厨 或者是干家务 但你下厨干家务 那是因为对你信任 对 而且你做饭也好吃 对 是啊 然后吃完饭收拾也是我一个人收拾 他妹妹的男朋友说过来帮忙 他妈妈说不用 他一个人能搞定 他和他们陪在客厅聊天 但是我在厨房里面我都听见了 但是我不说 怎样 我觉得很委屈 委屈什么 我觉得 我在你们家 我是个厨子还是个佣人 你一直为这种事情窝心是吧 你证明跟他提出来过没有 还是 你没把你的这种委屈说给他听 所以我今天来这里想接这个 想请几位老师 你憋了两年 终于等到这个机会 还有什么事 快说吧 小伙子 一直觉得委屈的地方 当然 我估计雅历这也有一些原因 都来说一说 多一些信息的交流 多把自己经历的一些事情感受 交流一下 我可能 现在我还是得说说 有些时候 以前的事是不想说 但是还是说一说 说 我跟我前任离婚的原因是 我们俩都太强势了 他也是在工作方面特别认真 我也在工作方面特别认真 在生活上面 我们从来没有让过步 然后在家这一块呢 就成了一个冰冷的住所 从那以后 我想找到男朋友就是 能在背后支持我的 不要有那么大的野心 在家里做好你自己的本分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他也还不错啊 你现在也挺实在的 也没什么野心 当初看上的也是这点 你们是在一个单位里头的这种情况下 你们俩建立起来的这种恋爱关系 是吧 对 是谁先向谁提出的 我提出来的 你怎么提出的 我是财务总监 他在库房这边呢 我跟他接触的时间是比较多的 当时看他老实 虽然学历不高吧 人特勤奋 我就想找一个踏踏实实的人 是 能在背后照顾我 嗯 我觉得你的 要求 我是能够做到 照顾家庭 但是我也想 有自己的事业 有自己的一份工作 好 让大家认可我 让你们家里面 认可我 那当初这个中层领导来找你耍朋友的时候 你为什么就一口答应了呢 他没有一口答应 就我经常叫他去吃饭 他也答应了 最终谁捅破的那层纸 我 你怎么说的 我就说那个 你人挺好的 要不要试试啊 你当时怎么想 当时他挺照顾我的 他在生活上面也 对我有所帮助 帮助你是吧 经常会给我买衣服之类的 哎 能不能说点不用钱干的事 他给你洗过衣服 有洗净啊 那他给你运过衣服 没有运 机器人会运衣服吧 你生病的时候 他给你买过药吗 啊 我一般很少生病 哎呀 没办法 他是一个在哪都能生长的一棵小草 龙庸老师 哎哎 财务总监不是中层干部 是公司高管 那我错了 我要小瞧人了 我还 对 所以你看 他的那个居高临下的站姿 我提醒以后 1分50秒他又恢复了 你看 你别说我告诉你 他挺喜欢他这种站姿的 你信不信 你真心的一个男人的名义 对这个女士 你喜欢过没有 喜欢过 喜欢她什么地方 就她也好的时候 她的工作心了 事业心了 事业心了 嗯 说对你 对对她 就是她对你好的地方 或者你爱喜欢她的地方 你看着我说 不敢说了 哎 其实你有很多地方都很优秀 什么地方优秀了 赶紧 长得漂亮吗 漂亮 身材好不好 好啊 乖不乖你 还好 我们都给你开了这么下一口 让你使劲夸 你都没夸 还是我在你这 根本就没有优点啊 或者雅丽 你自己说说看 你对她好的地方吗 或许吃饭都是我掏钱啊 我也要让她10点钟睡觉 也不是为了她身体好吗 是 是 这不都是优点吗 但是在你说的优点 在我看来很多地方都是限制 你想几点钟睡觉 下班有时候有应酬 有时候没应酬就正常回家 不是 你现在都不做销售了 哪来的应酬啊 我也有朋友啊 那些狐朋狗友 那怎么叫狐朋狗友呢 在一起就冒脏话啊 要么就说别人坏话 这不是吗 能不能交一点好一点的朋友啊 嗯 你给她引荐几个 她不要啊 她总觉得人家太壮了呀 我觉得 你的圈子和我 认识人的圈子 呃 不太合适 所以你就要接触更好的人啊 而不是停留在那个阶段 我是在往上跑 我也是在为你好 这么说吧小伙子 你自己在事业上 你自己的奋斗的目标是什么 能开家自己的餐厅吧 多大规模的 小规模吧 嗯 然后 有自己的一份事业 能够让大家认可我 所以就来到了刚才我们话题的开端 你想辞职自己创业是吧 你自己有多少存款 方便说吗 还暂时不够 还暂时不够 对 差多少 这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五六十吧 啊 那你那一半怎么办呢 所以我在努力奋斗啊 你你信不希望她资助啊 心里面肯定是想的 希望的 那你跟她提过没有 没有跟她提过 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不希望牵涉到我们两个之间 雅丽 嗯 为什么你不同意她去创业 我是从一开始我就不支持 嗯 那你就别有这个想法了 嗯 那你觉得她在现单位 从库馆这个 职位她有上升的空间吗 我觉得就做这个库馆就行 就是我也没有有长时间 她在工作岗位待着 就是做一段时间 满足就够了 回来照顾家庭就行了 她可不可以不上班 就专门在家做专职主夫 当时是想过以后 还有发展前途的话 我是想让她在我背后做那个主妇 你愿意嫁她吗 就她做主妇 愿意啊当时是愿意的 当时是愿意 如果她要是有这种想法的话 那我要考虑考虑我们俩的关系 那你们结婚要不要财产公正 我觉得也没这个必要 这点倒是还是挺信任的 还有别的要求吗 结婚 就是在家里做一个主妇就成了 天天待家里呗 溜溜口到大孩子 对 那你咋不干这事 我事业做得比她要成功啊 你事业如果不是因为你父母的公司的话 我估计你也做不到财务总监吧 我父母到最后的那公司还是会给我 是会给你 我的意思是指 你除了在你公司做财务总监之外 你在别的地方做过高管吗 没有 一下来就是跟我父母进她公司了 哦 是从基层干起的吗 不是 你一进来入职是哪个水准 就是财务总监 你确定你做财务总监这个平台和你的能力 是父母给予你的 还是你自己努力所达成的 客观地说 我觉得我努力达成的 确定 确定 好 要么你当全职家庭主夫 这是他找男朋友或者找老公的动机和诉求 可是你现在开始有些些 想要创业这个想法 那么严重影响到你们之间的这个感情 是吧 这矛盾就很显而易见的摆在这儿了 怎么解决 简爱面对面 看看我们的嘉宾们有没有解决之道 我最开始的时候觉得这个女生一扬跋扈的 而且完全不给她自己所选的爱人尊重 但后来男生说了一句话 完全改观了我的看法 刚才图雷老师一直在问你说 你不是想要创业吗 对 你到底有多少钱 这你特别没骨气地说了一句话 你希望他支持 这又是让我觉得一个明明很有骨气的男人 怎么能说出如此没有骨气的话呢 所以难怪别人会给你没有好的骨气 是因为你自己都不愿意给你自己 所以现在我特别想对男生来讲 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 第一条路 离开他 去做你真正想做的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第二条路 乖乖听他话 不要再想出去创业的事情 否则的话 你依然得不到好结果 所以这两条路你自己来选择 那同样的回过头来对女生来讲 也是最后一句话 你不是想要一个真正的有爱的男人吗 那有爱是需要去寻找的 有爱是需要对方彼此给予的 所以你也好好考虑一下 你到底想要什么 雅丽刚才一直告诉我们说 你要找一个没有野心的男人 对吧 其实你也很明白 你也是像所有的女人一样 自己的对象能够非常的努力勤奋 而且像一个男人 这个当中 你怕的是 如果这个男人 一旦离开了公司 可能人走了 心也会走了 这可能是他最担心的 那么我们就说小张的这件事情 我不说我的一种猜测 你也应该完全地支持他 我们说男人 一生当中有两件事情不能错过 一件是不能错过心爱的女 另一件是不能错过 年轻时闯到的机会 万一出去以后 他恢复了男人的这种自信 大展身手 那你们两个人之间的 这种心理上的 工作上的这种差距 可能就拉近了 甚至会填平了 当然可能你是好心 你认为他会面临非常多的风险 挫折 但你也要明白一个道理 其实我们人 正是因为没有遭受过 这些风险挫折 我们才不知道自己的力量有多大 如果你的理性的话 我希望你能够放下自己的强势 去尊重他的选择 去支持他的选择 我想问一下小张几个问题 你想开个餐馆 多大规模的餐馆啊 小行 小行吃几张桌子 十几张吧 什么菜系啊 火锅之类的吧 加了个问号 客单价多少 客单价 知道什么叫客单价 人均一百左右吧 人均一百 吃火锅 所以其实你知道 其实很多年轻人有梦想 他不满足于现在的状况 但是又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哪里 或者他根本不具备这样的创业的能力 所以就想给自己找一个最简单的 最能达到捷径的这样的一个创业的项目 所以餐馆是很容易被人想到的一个创业的目标 但是我很不认为你会开餐馆 我总结了一下你的这个表达之后啊 发现这个开餐馆对你来讲就是一种撒娇的手段 你知道吗 或者说将来万一我开餐馆成功了 他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的居高临下的跟我说话 那么不把我当成一个男人 其实你很明白 即便你现在开小餐馆慢慢慢慢的做 还是不如他家里目前做到的那个生意的规模大 但是你还要这么说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特别希望能够跟他有结果 所以我觉得小伙子 你如果真的希望跟这个女人有接下来的未来的发展 尤其是婚姻的发展的话 我建议你更加的去提升自身的素养 然后和你自己的能力 而不是简单的去选择一个你认为 能够最快实现你的价值的短平快的创业项 所以这一点你好好考虑一下 然后至于这个女孩子 我建议你 如果你不够喜欢一个男人的话 最好不要把这个男人那么长时间的养在你身边 这个世界上男人很多 总能找到你真正适合的 因为这样发展下去的话 无论是对你还是对他 我觉得都挺不好的 你们还都挺年轻的 如果再过十年你才醒悟这个道理的话 那时候可能真的已经听完了 你爱他吗 爱 你爱他 为什么你说不出他一点好呢 女生你爱他吗 谈不上爱 谈不上爱你跟他在一块干嘛 你让一个男人心甘情愿的为你照顾家庭做家庭主夫 你拿什么跟他交换 让他在金钱上面没有什么顾虑 就是一时无忧嘛 是吧 你用一时无忧来交换他的自由 就是这个意思吗 一个男人 居然就为了一份所谓的工作 把自己卑贱到这样的地步 你看过一仆二主吗 那个女老板唐红跟那个司机 那司机什么也不会干 只会开车 公司里所有的人都说他吃软饭 说他靠老板上位 一喜之下我辞职 这会儿那女老板唐红屁点屁点 跑回来找他 这叫爱情 不是说男人一定要挣得比女人多 也可以挣得不如女人多 但男人是有底线有骨气的 我挣得美女多 但是我的心胸足以强大到 我可以跨越收入的差距 在生活当中与你平等相处 这样的话 你才可以跨越所谓的贫富差距 而且你的付出 别人丝毫不感恩 他都说了 你再怎么付出 在家里再怎么做家务做饭 这两年 我给了你一时无忧啊 就够了你支点足吧 你这还听不明白吗 我想跟女生所说的是啊 你没有自信去驾驭一个成功的男人 这是一种悲哀 财富又怎么样呢 一时无忧又怎么样呢 你真正从爱人那儿获得的是什么 你要是想找一个人照顾你很简单 你随便找一保姆就行 但是他能够给你爱人的感觉吗 给不了 别自欺欺人了 学会做一个女人吧 别整天吃高气啊 你自己过得又累 就这样吧 好 接下来请雅丽去密室当中 你从女人的角度 咱们要不要跟眼前这个男人 以恋人和夫妻的名义相处 我们要的是这个诉求 好吧 来 请去密室 她的小张 请你登上大声台 大声说出来 现在的内心感言 来 请大声说出来 让我牵住你的手 不再放开 让我陪你走下去 哭了相伴 感谢你让我 礼物 让我大声说出来 对 雅丽啊 我知道 你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我也知道我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但是 我也很努力地 去达到你要的标准 我希望 你能理解我 你总觉得 我俩之间有差距 我觉得我们俩最大的问题不是差距 是我们俩的追求 和我们想要的东西都不一样 与其说 再给你一次机会 还不如说 我们俩冷静一下 再重新选择一次 好 现场100位观众 大家支持他们在一起 请按赞成键 不建议他们在一块 请按反对键 请按键 只有9%的观众支持你们 还是那句老话 最终决定权在你们自己手上 待会会为小张升起选择住 面对选择住 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放弃这段感情 转时离开 或者你还是想跟雅丽牵手吧 那你就按一下这个红色按钮 那密室门会打开 雅丽也有两个选择 留在密室表面她放手 给你自由 或者她也想坚持和你在一起 完善她的诉求的达成 接下来请为小张升起选择住 先选择 子 本身 camera 請选择 其实看到现在这个样子 我心里还是感觉到挺心疼 心疼一个男人 在这里祈求他人的一个怜悯 甚至给到一个机会 只有自己拥有了 真正的发自内心的自信 我相信解决这些问题 对于你来讲都不再是问题 鼓起勇气 好好往前走 再见 走的那只银鱼 是不是我 通过今天这个事情 我发现我的恋爱观 我的择偶想法都是有错误的 我现在回去 我想修正一段时间 我想我也以后找到我 我认为好的她 也希望她呢 也能找到一个爱她的女人